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何博士今天來跟各位分享的是 常用漢字表第七十位 如果你想要買這本課本的話 你可以在下方連結做一個購買動作 我們開銷 這次的PDF檔案何博士已經放在 hobi.tw網站裡面 常用漢字的資料夾 再麻煩你進去資料夾裡面 做一個下載動作 麻煩各位加入何博士的生活圈 尤其是何博士現在都在Telegram上面 來跟各位做分享 日文的學習 日本留學的資訊等等 都在Telegram裡面來跟大家分享 當然臉書 Line也都麻煩各位來加入一下 我們剛剛有說這次的PDF檔案 已經放在hobi 常用漢字裡面 像我們剛剛說的 Telegram何博士都可以直接錄音 手機錄音來跟各位分享 最近何博士都在分享 有趣的你聲你態語 再麻煩各位加入一下 麻煩各位加入一下 我們這次要看到下這個字 下這個字 下這個字它唸ka 所以初夏就是剛剛夏天的時候 唸成shoka 可是春夏秋冬就唸成 春夏秋冬 夏天就唸ka 那它也唸ge 所以夏制我們就唸月師 夏制 夏制 它也唸夏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暑假就唸成夏休み 夏休み 我們看下這個下一個字 和這個字唸ka 所以fuka 我們說複合 fuka 他也唸ni 所以omoni很沉重的負擔 叫做omoni nimos就是我們的行李 nimos是行李 還在往下看 家這個字唸ka 所以kaok 房屋 家屋 叫kaok 家庭就唸家庭 家族就唸家族 家族就唸成家族 各位這個kei來是什麼意思 我們說仆人 庸人 他唸成kei 家也唸家 各位家是什麼意思 家是房子 是house 家如果唸成uchi 家如果唸成uchi的話 是home的意思 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個是實體的房子 一個是家庭 一個是家庭 再往下 這個家也唸ya 所以我們說 yacin 什麼意思呢 房租 付房租 yacin 這個yamori 壁壺 守著你們家的 叫做壁壺 yamori yamori 我這個字也唸ka 所以我們看一下 okashi 糖果 叫okashi wagashi 和果字 日式的 日式的和果字 yougashi 洋式的蛋糕之類的 yougashi 各位這個呢 如果去中部地方 就是明谷那個地方 你會看到一些店 它上面寫一個方 方朝的方 這家店呢 就叫做 歸屋方廣 kameya yoshihiro kameya yoshihiro 它專門是賣和果子的 那之前呢 何博士住的 對面就是kameya yoshihiro 進去的時候呢 他馬上會給你一杯綠茶 這個苦的綠茶 然後呢 給你一個糖果試吃 綠茶配合果子 真的很好吃 絕配 絕配 花這個字念kameya 所以呢 中華唸 秋花 秋花 華立的唸 kare kare 它也唸kameya 所以mangekyo mangekyo 萬華金 我們說萬花筒 mangekyo gurengge 這個是最近的這個 鬼滅之刃的主題曲 gurengge gurengge 他呢 花這個字念hana 花 花這個字的訓讀呢 就念hana 所以 華やかな よそい 各位 華やか 就非常華麗的 非常炫爛的 所以 華やかな よそい 服裝 服裝 よそい 好 再來 貨 這個字念ka 所以かもつ 貨物 Koka 我們說硬幣 硬幣就是 Koka 你看硬幣嗎 Kokaありますか 好 然後在喔 窩這個是念 Ka Kajou 窩狀的 那他的訓徒 念渦 所以漩窩的意思 Naruto の 渦潮 各位這個Naruto 名本 這個是呢 德島縣的一個地方 他介於呢 賴戶內海 跟太平洋的交界口 所以呢 他的渦潮 潮窩呢 窩潮 非常非常有名 渦潮 可以這麼大 然後呢 都會有觀光船 你可以搭觀光船呢 好 去這個漩窩的旁邊呢 看這個漩窩 所以呢 這個蠻有名的 如果你有去世國的話呢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喔 好 過這次念ka 所以過程念kate 好 超過念chouka chouka 好 各位這個一定要會喔 kankatekinai 什麼意思 不能視若無睹 kankak 是什麼意思 視若無睹 那這個通常用於什麼 用於否定喔 這種事情 我不能視若無睹 怎麼看得下去呢 就看不下去 kankatekinai kankatekinai 好 各位這個人是 kabaraikin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你多角的錢 kabarai 過付了 kabarai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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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的動詞是sigiru sigiru sorewa yisugi desu 好 yisugi 講得太糟糕了 講得太糟糕了吧 sorewa yisugi desu tabesugi wa yokunai 這個吃太飽不太好 tabesugi wa yokunai 吃太飽 來喔 他也念sengosu sengosu 各位這個字呢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喔 ne sengosu 這個一定要會喔 ne sengo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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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過頭喔 千萬不要講 ne sengiru ne sengiru 是睡太飽 ne sengosu 才是睡過頭 了解嗎 本來應該睡到六點 結果你睡到七點了 所以那個叫 ne sengosu 在睡覺當中度過的時間 睡覺 ne sengosu 千萬不要講 ne sengi ne sengi ne sengi 我們看一下喔 ayamatsu 是一個動詞喔 那 あやまって 相手にけがをおわせた 這個 あやまつ 什麼意思呢 就是弄錯了 犯了一個過錯 犯了一個過錯呢 讓對方呢 受傷了 けがをおわせた おわせる 這おわせる什麼意思 讓對方 所以 讓他負了這個傷 所以呢 あやまって 相手にけがをおわせた 好 那他的名詞是 あやまち 這個あやまち 很常用喔 尤其在演歌裡面喔 歌曲裡面很常用喔 所以呢 我們也知道這個歐陽飛飛 很有名的首歌有沒有 ラビーズオーバー 若いあやまちと 笑って言える 時がくるから 有沒有 所以呢 你一定可以笑著說呢 欸 這是我年輕時的過錯啦 就是呢 你一定會笑著 有一天你會笑著說呢 哎呀 我怎麼會跟你交往呢 我怎麼會犯這項的錯呢 所以呢 你一定會笑著說呢 你跟我交往是年輕時所犯的錯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個字喔 所以あやまち 那我們也知道 曾慶宇有一首歌 他們說 愛上你 是我一生的錯 可是在愛上你以前 我又做對了什麼 對不對 愛情真是很難講 有時候覺得很愛很愛 但是後來回頭看 還有真的是一輩子的あやまち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呢 我們再往下看喔 あやまちですね 好再來呢 嫁這個字念卡 好所以呢 轉嫁 轉嫁給別人呢 天卡 天卡 那 康卡是什麼意思 就是呢 天皇皇室呢 下嫁 我們說下嫁給誰嘛 那日文叫做降嫁 康卡 好 那各位這個字呢 把它記起來喔 這個現在比較少講 但是有時候呢 在時代句裡面呢 會出現喔 いなづけ 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的 子婦為婚 有沒有 就是父母 由父母所講的話 而成親 而子婦為婚 いなづけ 許嫁給誰 許配給誰 いなづけ 好 那他的殉讀念 ヨメ 這個字很常用喔 所以各位你看喔 這個 ヨメがもらえない喔 我們說的 取不到老婆 你這樣會取不到老婆 ヨメがもらう 拿到 もらえない 你這樣拿不到老婆 你這樣取不到老婆 好 ヨメがもらえない 好 所以像以前我祖母 我阿嬤呢 最常跟我說呢 就是呢 你的碗呢 如果沒有吃乾淨 你會取到娘婆 所以說 你的老婆會五花臉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碗吃乾淨呢 就會五花臉 類似這樣子 所以 ヨメがもらえない 你沒有辦法 取到老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ハナヨメ 什麼意思 我們說的新娘子 這個裝扮的 非常漂亮的新娘子 叫 ハナヨメ 好 那各位 ヨメ シュートメ問題 各位 嫁 嫁是什麼意思 嫁是媳婦馬 姑是什麼意思 婆婆 我們說的婆媳問題 日語叫 ヨメ シュートメ ヨメ 這個姑呢 念成シュートメ 這個姑是什麼意思 婆婆 所以你看喔 我們以前不是有那個 心嫁娘 有沒有 三日入廚下 洗手做羹湯 有沒有 未按姑時性 先前小姑常 所以呢 這個姑在以前就是婆婆的意思喔 可是那舊呢 各位 舊就念成什麼 就念シュート 喔 舊就是公公 就是老公的爸爸的意思喔 所以呢 舊在以前 以前 在日文裡面現在也是喔 就念シュート 那這個呢 姑就念シュートメ 這個メ呢 就是女生的意思 女生的意思 ヨメ シュートメ問題 這個婆媳問題 來 各位 這個トツグ 是什麼意思 嫁的意思 嫁過去這個動作喔 嫁過去 所以呢 ニホニトツグ 什麼意思 嫁去日本喔 那我在日本的名古 這個名古念博士的時候呢 就去參加那個 台灣人這個 台灣妻子吧 就是說 嫁去日本的 這個台灣人的這個 算是聚餐嘛 那我就問他們說 那嫁來日本 好不好玩喔 嗯 很可惜 大家都說很無聊耶 因為呢 生活形態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日本沒有 夜市啊這種沒有 而且呢 很多人都是呢 跟老公在歐美國家認識的 所以呢 他們的日文就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的情況是 你嫁去日本就很辛苦喔 呃 之前有一個學生呢 他也是這個 娶了日本老婆 那他 只會英文 他老婆就跟他講英文 那他去日本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老婆的爸爸媽媽也都不會英文 他不會日文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吃飯的時候 很痛苦 尤其他老婆不在的時候 吃飯三個人在那邊吃 他不會講日文 他這個 爸爸媽媽不會講英文 互相都不會講話 然後只在那邊用筆的 苦笑 苦笑兩三次以後 也不曉得要再怎麼笑下去 所以那個真的非常的尷尬 非常尷尬 我們學一個字尷尬日文的時候 日文叫做 日文叫做 非常的尷尬 很尷尬 就是你也不會講 我也不會講 大家也不曉得怎麼辦 気まずい 気まずい 好 肚子語一定要會 肚子語 好 閒暇的暇這個字是念 可 急可 所以我們說 請休假 急可 急可 在 用閒暇的時間 比如說我用閒暇的時間 讀什麼 類似這樣子 暇就是有空 所以各位這個字很常用 手間暇 掛ける 手間暇 掛ける 這個歐常常在口語當中會省略 掛ける 就是花費的意思 花費 各位這個手間 就表示麻煩 又花費時間 費時又費勁的意思 花費麻煩 又花費時間 所以 手間暇 掛ける 所以這個字馬記起來 手間暇 掛ける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 花費精神 又花費時間的工作 手間暇 掛ける 再不開下 或這個是念可 所以各位 現在最流行的 我們說的 冠狀病毒之亂 コロナカ 你如果在日本 日本的新聞 現在都學這個字 コロナカ 再禍跟念 カコン 我們開始叫 カフク アザナエルナワノゴトシ 什麼意思呢 アザナエルナワノゴトシ 什麼意思 福貨 福貨相依 就是有福就有禍 有時候是禍 結果後來是禍 本來以為是禍 結果是禍 所以這個 禍跟禍就像繩子 這個繩子編織出來的繩子 一條是禍 一條是禍 一條是禍的意思 カフク アザナエルナワノゴトシ 把它記起來 再來我們看一下 禍 這個訓讀念 禍 口は禍の元 我們說 禍從口出 口は禍の元 我們繼續往下看 在 削這個字 在日文裡面是邪詞的意思 所以我們說 自邪 他們就念 セカ 自削 セカ 軍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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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靴燒養 カッカソーヨ カッカソーヨ 隔靴燒養 隔靴燒養 骨 所以我們說 甘靴 我們說浴鞋 浴鞋 那各位 你會發覺 我們說襪子怎麼講 骨子 骨子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覺很特別對不對 怎麼會是鞋的下面呢 標準應該是 骨子中 鞋子的裡面不是嗎 怎麼會鞋子的下面叫什麼 叫什麼襪子的 好奇怪喔 對不對 你會問日本人一下 我問過日本人他想要半天 他很小 怎麼那麼奇怪 骨子中才對吧 如果按照那個意義應該是 骨子中 就是 骨子下 骨子下 好 寡這個是念カ 所以我們寡再念カ仙 カ仙 我們看一下喔 寡目 寡目な人 什麼意思呢 陳目寡也叫寡目 あの人は寡目ですね 都不講話 寡目寡言 寡目 再來 歌念カ 所以我們說呢 歌詞念カ仙 歌要念カヨ 好 シメンソカ 這個叫會喔 シメンソカ 日本人常用 歌手 歌手 那他也念歌對不對 當然我們說呢 花歌什麼意思 用這個哼哼哼 哼歌曲叫花歌 哼歌曲 歌声歌声 他動詞念歌う喔 はい ギターに合わせて歌う 配合著吉他呢 唱歌 ギターに合わせて歌う 各位 我們如果要形容一個人 很不會唱歌 唱歌很難聽 怎麼說呢 音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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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邊一箇所 一個地方 比如說這次錯誤有一個地方 一箇所 嫁這個是念 可 稼動 加業にせいを出す 什麼意思呢 各位這個加業是什麼意思 加業是指你專門用來賺錢的工作 就是你的主業就對了 你對於你的主業非常努力 加業にせいを出す 它的動詞是稼ぐ 骨身を押しまず 稼ぐ 什麼意思呢 不顧一切 不惜粉身碎骨 骨身を押しまず 什麼意思 不珍惜 我完全不會珍惜我的身體跟我的骨頭 然後去工作 意思就是非常努力工作的意思 骨身を押しまず 稼ぐ 骨身を押しまず 稼ぐ 我們繼續往下看 課這個字念 課 課這個字念 課 所以課長念 課長 什麼意思 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叫ニッカ 比如說我每天要帶我們家ハナ去公園散步 私のニッカです 日課 ニッカ 文章的文念カ 所以各位 我們會講 チージはカヤノソト 正式文章 カヤノソト 什麼意思 被蒙在骨裡 或是被排聚在外 我們的知識是指誰呢 縣長 市長 チージはカヤノソト 知識被排除在外 被聚於門外 或者被蒙在骨裡 カヤノソト 我們都在文章裡面 只有它在文章外面 カヤノソト 在 ガ 我這個字念 ガ 所以字我就念 ジガ 在 無が 夢中 非常專注 完全投注於在裡面 無が 夢中 在他念 われを 我們可以說 われわれ 我們 我們都必須要正式講 われわれ 不過我們通常講 わたしたち われわれ 我們來看一下 われ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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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われあり われ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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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 記起來 我是故我krä 他也唸 わが国に 是我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わが国に 話这个词念が がか 是画家 かいが 会画 がびょう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图钉 把它钉在上面 那个图钉 がびょう 他也唸 かく 所以计划念 けかく かくす 就是笔画的 き画 極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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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くす 企画 就念 きかく 好 那这次呢 常用漢字表 新的 第七回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請各位多多帮我们宣传 按赞 订阅 我相信呢 我们会继续呢 产出更好的内容来跟各位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